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权者也是纪录片工作者 何世音小姐 大家好 我们谈客家文化 这个关武德先生提出一个 台北是全球的客都 全世界客家的首都 文化首都 这概念会上号 我们希望把这个论述 透过这个节目 向全世界的观众 也就是海外海内外的客家观众 来宣扬这台北 是全世界的客家的客都 我们就要先看一段影片 这个客家文化园区 最近的相关活动 台北是最精涂的13世 台北市的市民最均衡的市民 台北市268万的市民 有57万的客家人 应该在57万的客家人 也在最均衡的客家人 台北市的客家工作 要做最均衡的客家工作 台北市和永年人 香港人的客家工作 是否定在香港人的客家 台北市可以成为 全世界客家人的客都 客家文化的首都 台北绝对有这个软体硬体 这里面主要推动者就是 客家文化基金会 我们特别邀请到普桑了不久 几个月的关伍德副支营长 来 向他报告 请 台北市就如刚刚影片提到的 目前台北市 大约有57万的客家人 那我们台北市在规划 这个客家政策 主要以下这几个 第一个是一个使命 什么使命呢 丰富台北多元文化 达到世界客家新都 在这一个第一个使命之下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客家政策里面 服务的对象不止只有客家人 包括多元族群 也就是说像我们最近举办的 配合加拿大国庆 还有丹尼尔音乐节 还有等一下来宾所介绍的 全球客家串流计划 这都是一个所谓的 一个丰富打造台湾客家新都的一个使命 第二个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两个思考 那两个思考呢 一个第一个是客家的下一个社会 前面前辈已经打造了客家运动二十年三十年 那我们现在要思考下一个客家三十年的社会 是长成什么样子 这是身为我们首善之处台北市所要思考的 到底下一个客家社会长成什么样子 第二个就是多位型的客家工作 像我们客会现在都有办了 每年办了客家一名嘉年华 还有顺应客家社团要办的 叫做客家就在巷子里面 我们知道台北市客家没有个聚落 没有客家其实都在巷子里面 因为都是大楼 所以客家就在巷子里面活动推出来 非常受欢迎 在台北市所有的区域里面都在办 直接走在巷子里面 第三个我们在台北客家这边 推出的叫做三个对接 哪三个对接呢 第一个就是传统与现代 我们都知道客家音乐有传统 可是现代是长成什么样子 我们要把它找出来 第二个我们要找到的就是都会与元香 那所以我在台北市客委会 办了非常多场子的客家志工 还有客家的社团到元香 所谓元香就是到桃竹苗六堆 让他们去接触 实力感受到当初住在那边的客家农村 长成什么样子 第三个就是客家语多元 那我们看到随时结令 在台北市的客家人没法感受到 所以我们透过客家主力公园 办了非常多的活动 然后也结合了AIT 还有台北市圆明会 还有像我们最近印尼音乐祭也要在我们那边办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呈现都会与元香 最后就是四个策略 四个策略简单跟这个介绍 就是第一个打造客家语言友善的环境 那目前我们台北市有台北的客家书院 还有自己客家台北客家推广教育中心 目前受训学员就有三百二十六位 第二个丰富客家文化传承 结合特别台北市中小学 让客家语言能够杂根 第三个就是建构客家传统交流的一个平台 让台北市 因为台北市都是客庄同乡会 让他们深入客家元香 让他们体验客家生活 最后一个就推动当代客家艺术创新 也就是大学客家青年回乡表演 还有全球客家的活动 以上就是我大概承认我们台北市 目前客家政策主要的主动 第三个我们在台北客家政策推出的叫做三个对接 哪三个对接呢 第一个就是传统与现代 我们都知道客家音乐有传统 可是现代是长成什么样子 我们要把它找出来 第二个我们要找到的就是都会语言香 那所以我在台北市客委会办了非常多场子的客家志工 还有客家的社团 到原乡 所谓原乡就是到桃竹苗六堆 让他们去接触 实地感受到当初住在那边的客家农村长成什么样子 第三个就是客家与多元 那我们看到随时节令 在台北市的客家人没法感受到 所以我们透过客家主力公园办了非常多的活动 然后也结合了AIT还有台北市圆明会 还有像我们最近印尼音乐祭也要在我们那边办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呈现都会语言香 最后就是四个策略 四个策略简单就是介绍 就是第一个打造客家语言友善的环境 那目前我们台北市有台北的客家书院 还有自己客家 台北客家推广教育中心 目前授讯学员就有三百二十六位 第二个丰富客家文化传承 结合特别台北市中小学 让客家语言能够杂根 第三个就是建构客家传统交流的一个平台 让台北市 因为台北市都是客装同乡会 让他们深入客家语言香 让他们体验客家生活 最后一个就是推动当代客家艺术创新 也就是大学客家青年回乡表演 还有全球客家的活动 以上就是我大概呈列 我们台北市目前客家政策主要的主軸 上次透过关武德先生介绍 我们邀请总共四位客家文化学者 其中邱隆菊教授从台大国外会教授 国外所退休 但他强调他做客家终身志工 他们希望能够打造台北成为 全世界客家人的客都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愿景目标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做平台 我们向全世界的所有客家人 我现在知道连在亚马尔加 摩里西斯 全世界每个地方都有客家人 就像犹太兰一样 我们再看一段 由魏德栋先生所提供的一个 相关的客家文化艺术表演活动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艺术音乐不遗力 这是他今年8月5号 所推荐的客家真情音乐会 演作者古真 就是我们今天的魏先生 这是他所主办的 2018古真演奏会 这是你的一个水笔 这里本身表演的心得报告 这也是你所表演的CD 相关的纪录片都在里面 谈谈做一个客家艺术 表演艺术跟文化推广者 你有什么感想 这个我们的客家文化 文化政策我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客家文化 推展其实是有五个任务的 那么哪五个任务呢 就研究 创作 演奏 还有教学 推广 那这个五大任务 其实呢 类别起来呢 是有很多的方面的 比如说研究类呢 这里面就如列了十四项 那么创作呢 如列了这个十二项 演奏十项 那个教学呢 十项 还有推广内八项 如果我们把它整个做起来的话 其实呢 这一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任务呢 其实在其他的乐器 都可以使用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过去呢 在这个艺文推展呢 常常会遇到演艺团体 扶持团队的评鉴的工作 尤其向政府申请 那么有些问题呢 就产生了 各团队的定位 应该要厘清 比如说中央级 地方级 或创作 推广 培训等等 那么第二个呢 希望有关的政府单位 捕作的时候 能够整体精确的评估 不要只重视 具知名度的团队 忽视一些具有潜力的小团队 那第三个我要提到 就是团座的审查 在应该放在作品的本身 他提出呢 就评鉴委员呢 应该具备有常驻台湾 本身有表演艺术相关 说第三个要到现场 看团队的作品 另外 那么有些团队呢 他们在常常开会的时候 会提到说 这个团队呢 之前呢有大量的补助 后来他们经费就不足 他所安置的人呢 就不晓得怎么要减散 那第四个呢 就是第五个 后来改成演艺扶持团队的标准 要变成什么 就有一点点不知所从 那这一点呢 就是说 我们在将来演艺团队的扶持方面呢 可能要做一个比较精确的评估 另外呢 这个学习呢 客家艺文的四个流程呢 其实是很重要的 一般来讲 我们学习呢 就比较没有完整的那个 那个进阶过程 我第一个我提起来说 这个在学习呢 其实是有言语啊 发自新生 就是教学 还有讲座 那么词令呢 基于学问 要在阅读和著作方面呢 要着力于此啊 那第一第三个 这个异代情诸肢体 就是表演 还有弹奏 最后 情韵欲乎内涵 如果一个音乐家 没有一点点的人文素养 没有一些的这个气质的话 那么这个情韵欲乎内涵呢 其实呢 才是学习啊 这个艺术文化的终极目标 这是我提出来的 那另外 我们在这几年 以客家的三角彩茶系为例 我们看到 这个有方言 古业彩茶系 这个方言 就是往昔的 辅老客家原住民 那存在各地的语言 古业 在客家来讲 就是客家有传统音乐 就是指客家老三哥 三哥是平板 三大调 那么彩茶系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以这个彩茶系为例 那另外呢 方言 古业彩茶系 要把它变成一个 将来能够展现了 其实呢 第一个 要做一个寻耕的工作 所谓寻耕呢 就是说 要叫田野彩蜂 这样保留传统 完整情意的民间乐人学习 第二个呢 不论是彩谱 玄谱 曲谱 意谱 赤谱 都要完整经验 要尊重原谱的精神 和不可更动性 那么第三个呢 辽弄弦 右手弹奏 左手按音 以古丁来讲 就结起客家三哥民谣 演唱曲中的 声将其取愿 这是不可偏废的 一个重要的传承 那这个客家文推展的 我见了 我就提出来这五个 跟大家来分享 谢谢 我想这个 卧委员不但是一位 客家文研究者 他也是音乐的推广者 就他们今年得月的 透过像他古增 我想未来我们在 也许有很多春节 或很多重要的年假期间 来现场表演 我想你已经做一个 非常有系统的论述 十一人小姐在大学 讲说客家文化 但她也旁级 开始怎么把客家文化 透过文化创意表演艺术 所以她也开始做 这个企业推广 文创的工作 是不是请一人小姐 从教学到推广 把你的心得利用这机会 跟不只是客家文化研究者 跟所有的表演艺术者 互相分享 请 好 那因为这几年 其实除了在教学上 那其实台北的客家 文化活动相当多 那我自己本身 也常常去参与 之前很多人都讨论说 那客家为什么需要补助 因为其实在 推行华语政策之后 客语 就是急速流失 当语言流失的时候 其实文化就是急速的消吞了 所以在1988年 客家的有志之士 开始上街头来争取 客家化的发言权 争取客家媒体的露出 所以在1988到现在 其实是想要急起直追的 但是因为资源实在是不够 所以才会开始有各种的补助 其实我基本上 我其他这么多个客家活动 我觉得补助是有它的必要性 但不能说 所有的人打着客家的旗帜 或者是我有花布 我有什么油脂散 我有蓝山 我就可以是一个客家的文化活动 我就一定要拿到补助 我觉得这个补助必须要多元 因为一旦多元才能吸纳 各种不一样的客家的艺文活动进来 我们其实要看的是这个活动 它的原创性 创造性 再造性够不够 能不能吸引不同的族群 也一起来欣赏客家文化的美 所以我觉得像撒网捕鱼一样 就是广度要大 但深度要深 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吸纳更多的 这个客家的团体 一起来为客家的文化做一些展演 然后我有一个概念 我觉得因为美国职棒有小联盟到大联盟这样的阶段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比如说我们组所谓的客家小联盟 因为一般的球员要能上到大联盟 一定是很多年在小联盟的磨练之后 到了一个水准就可以到大联盟打球 那客家小联盟的概念也是 今天有这么多的单位来跟这个政府申请补助 希望他们这些小的团体有这样的机会 慢慢从小的舞台 一次两次三次 就从小地方演到中地方再到大地方 所以为什么很多这个 尤其是我们客家戏曲的演书 会想要争取这个在国家的戏剧院 因为那就代表你可以从地方的文化中心 然后再到台北市的 比如说这个新舞台 最后进到了这个国家戏剧院 那就是你有一个进阶 就从小联盟慢慢的往大联盟前进 那我举个例子 像一般说到客家歌手 很多人会想到林生祥 那林生祥其实 他在刚做这个客家院的时候 是他在大学的时期 其实那时候他也不红 但他就是以这个 因为他是客家人 他用这个客家语言对他来说 是非常的娴熟的 所以他吸纳了这个客家的文化 客家的语言 他把它当作种子 慢慢的浇水 他就发芽 长大 所以他也是从这个小小的地方开始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让他的这个乐团 从小编制变大编制 越来越茁壮 然后我刚刚这个 官副执行长说到 就是他们的政策里面 有从传统跟现代的对接 我这几次参加了这么多的客家活动 我也发现其实兼顾了传统跟现代 但传统其实像客家艺名嘉年华 我原本不叫嘉年华 一直以来它是所谓的客家艺名祭 它是一个祭典 然后在早期是有那种大租公 我印象很深刻 我生高中的那一年暑假 我外婆带着我到关西 我姨婆家去 他就说有大拜拜要不要去 我外婆没有很明确的跟我说 其实那叫客家艺名祭 他只说 就大拜拜啊 我们就去 就是去跟人家一起热闹热闹 然后我就看到一只猪被撑得很大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吓到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一直到我后来做了客家的工作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那是客家的艺名祭典 那台北市呢 他就是这个传统 他希望可以继续走 但他又不希望 一直是一个传统的祭典的方法 因为年轻人不会进来 因为对年轻人来说 这个祭典很无趣嘛 那都是其实每次忙都是老人家在忙 老人家很开心 所以呢 他就参考了国外的这种所谓的嘉年华 就弄了什么花车游行什么的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 就是 我们吸引了很多人来采接 对 然后每一年都有很多的这个客家团体 从这个总统府出发 然后一路走到这个客家主题公园 其实很热闹 因为各个团体可以表现他们自己 因为有舞蹈团的 有歌要班的 然后也有新住民 他们一起加入 然后去年也有外国团队 就是外国人 他们自己也是觉得兴高采烈 他们在采接 但这个又没有偏废 就是他还维持了传统 就是采接热闹 有音乐表演之后 他还是有传统的部分 就是祭典 我们还是得把这个艺名祭的 所谓的祭典放在里面 所以这是传统的部分 那讲到传统跟当代的对接 那当代又有什么 其实讲到当代客家的流行歌曲 是比较能作为代表的 1980之后所谓的客家的新音乐 流行的新音乐开始兴起 所以像那个时候出来的 严志文 谢宇威 陈永涛 黄连玉 其实那个时候也因为受到 更早期的流行音乐的歌手 吴胜之的启发 他们开始投入 所以这几年 其实这个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 做了很多的这样的音乐的展演 那像我前不久去参加的这个 刘弘昌的《练练三歌念真琴》 就是他把传统的客家音乐 放到了他的创作里面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 唢呐 其实唢呐在客家的传统音乐 是很具代表性的 那一般的流行的音乐里面 其实用的是吉他、贝斯、爵士鼓 这是比较基本的 这个流行音乐的配备 可是刘弘昌就是 把传统的音乐放进来 传统的乐器放进来 然后跟现代的这个 流行音乐的元素结合 所以很有趣 那谢宇威其实在1980年代的时候的 流行音乐起来的时候 他其实就开始投入了 客家音乐的创作 那他的创作里面 其实有很流行的部分 也有民歌的部分 那也有童谣 但也有诗词 他把唐诗诵词 拿来改编成歌曲 所以这是他前不久的音乐会 然后后面他还请了一个动画师 帮他把这个 这个唐诗诵诵词里面的 那个意境做成了动画 所以我觉得 以这样的补助的方法 让这些人 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舞台 在他们经营久了之后 谢彭夏站久了 终究会是他们的 非常好 今年是客家运动客运的30周年 产生1988年 今年30年 但是我们上次做探讨 但是我们谈下个30年 关武德先生在几个月前上任 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副指引长 指引长是客委会主委 副指引长实际就是在推动这个事 他也在我们的节目 透过几位学者一起 有共说 我们一起来打造台北市 成为全世界客家人的首都 这非常好了 打造台北市成为全球的客都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来做 有学者 有表演艺术家 有创意者 包括纪录片工作者 刚才艺人小姐刚好提到 这个小联盟大联盟 前一小时 政练金部长也提到小联盟大联盟 我不是联盟 我们是外卡 外卡 我们是外卡 我们也一样 我们是外卡民间 我们建议非常特殊的 纪录片工作者 何世英小姐 她也获得客家文化园区的 客家串流计划成为入选者 她所作的故事 就是我们节目的主题之一 台湾人在满洲国 请看 今年很幸运申请到 台北市客家文化基建会的补助 我将利用一个月的时间 走访当时满洲国的大城市 奉天 也就是现在的沈阳 希望能替外公多看看这个 他难忘的城市 一天风天后面 火车站后面就有一个工业区 或者铁锡工业区 那天天就写看报纸 看故事 哪里要考要找人 以前一个舅舅也是在那边 开那个技术车 就想有舅舅来去考 考那个驾驶执照 比较容易了 还会怠惰的 但是就去那个一个补习班 那个去一礼拜 就头一次就考到 数据驾驶执照 那个时候日本有一个工业 叫做博担 博担担心 那个时候日本来 韩国来 到台湾 要开车 你一切没有钱 他公司会移步做给你 你认真 晚上开车 一年就可以做一台 而我小时候呢 就是在马路玩小学上学 就在你外公 那个 凤拓车行那边上 所以当时我看 这个小车子的时候 我这个感到 这种亲戚 就比如说 马路玩凤拓车行 你首先是 用地图来确定这个位置 恰恰就是在这张地图上 居然标明了凤拓的这个字样 根据这个地图和照片 确认了这个位置 而且恰恰那个楼行 和那个炒场 还有后面那个 病院的那个边墙 基本上就是这个院子 没有太大的改动 这也是挺惊人的一个发现 所以你这个来以后 我才知道 哎呀 这个城市 这个出租车发展史 交通史 它是始于凤拓车行 如果没说错的话 所以你看这个是 这对这个城市来讲 是填补一个空白 何思英小姐毕业于 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 他的外公 就是张喜龙先生 是民国12年 大政12年 就刚好跟李登辉总统同年 他的外公就到满洲国 做问奖 我们节目已经介绍过 比如说像我们昨天的 黄光国教授 他的爸爸黄子珍医师 就在满洲国去做溥仪的意义 还有我们节目常课的 王华兰先生 他的父亲 也到满洲国做 一个日本银行的行长 去建这个日本关东军的情报工作 杭老师要 行长要做情报工作 所以事实上 我未来会再规划 台湾人在满洲国 像这个 华兰兄 光国教授跟 司令小学会早晚在谈 你总会想把你的电影 学习专业跟客家串流计划结合 然后来用你外公在满洲国的故事 来 简单介绍 请 这个全球客家串流计划 其实就是每年都会补助一些年轻人 去做他们的创作 那我一直都对阿公 我的阿公 他有去过满洲国这件事情 感到非常的好奇 阿公他是 就是刚刚有提到 是民国十二年生的 他今年已经九十六岁了 他是在屏东长治的客家人 这个就是我的阿公 那时候就是台湾是受日本统治 所以在遥远的东北 那时候是满洲国 同样是受日本统治 我们课本都有说 他是日本人扶持傀儡皇帝 溥仪的魏政权 但是在我们历史课本 就是这样短短的带过 但是就是像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 其实当时有大约五千多个台湾人 到满洲国去打拼 包括像是客家的作家中理和还有 像蔡英文的爸爸蔡杰森 他也是有满洲经验的 所以我就对这样子的故事 感到很好奇 阿公他小时候其实家境很不好 所以说即便他在工学校 他的成绩很好 还是没有办法继续升学 就到屏东客运去打工 一直就有听说 好像村子里有不少人 到满洲国去工作 然后待遇很好 因为那时候齐齐事变之后 台湾的稻米都被日本人控管 你不能私藏稻米 阿公因为还在发育 就很想要吃白米饭 但是都吃不到 所以他就想说 不然我也去满洲国看看好了 所以那时候他是17岁的一个少年 就自己背着行李 到高雄去搭船 一个礼拜就到了东北 他之后是在奉天这个大城市 也就是现在的沈阳 在这边坐計程车司机 这个就是他那时候的 考到的汽车的驾驶执照 就是那时候的他 然后这边是写奉天省 他是进到奉天的一个车行 叫做奉拓车行 这个车行是日本人所开的 阿公就在这边当继承车司机 他非常津津乐道就是他曾经在过 当时满洲国的一个大明星 叫做李湘岚 李湘岚有坐过他的车 所以他印象很深 李湘岚小姐来过台湾 对 沙运之中 对 没错 越来越乡 大家都知道了 对 后来就是到战争结束之后 其实苏联军就进驻了整个东北 非常非常的乱 大部分的台湾人都决定要回台湾 但是因为阿公他会开车 是当时一个非常专业的技能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因为阿公是客家人 那时候国民党去接收 东北的好多军官都是来自广东的 也是客家人 所以这个语言又通 所以阿公就是非常地强熟 他就留下来 然后帮国民党的军官开车 一直到1948年 后来都国共内战 大家都说 你再不赶快回台湾就回不去了 所以他才赶快辗转地来到了上海 等了大概三个多月的船才等到 这个就是他当时的船票 从上海然后到高雄 然后因为那时候很多的 这个东北的台湾人 可能都会被怀疑是共产党 所以他还特别去请人家 开了一个回台证明书 证明说他是台湾人 没错 你的外公都把这些资料留下来不简单 对 没错 这些都是很 现在很珍贵的资料 连船票都留下来就不得了了 对 所以你用这些材料来 重新建构的故事是不是 对 因为我就是对这段历史很好奇 那后来就申请了这个串流计划 有这个经费嘛 所以这一次我就到了盛阳 就是回到这个阿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想帮他看看现在的奉天长什么样子 那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这个计划 去做阿公比较完整的口述历史的记录 很棒 我们今天有四位专专业人士 有行政工作者也不要用艺术者 包括这个蒋师和纪录片者 我们希望推动 第二个科运30年客家文化运动 同时我们下决心 不管你怎么说台湾是不是怎么样 我们又来又穷了 我们努力就对 台湾也是既传统又创新 台湾每个地方都一样 所以我们打造台北市 其实台湾嘛 成为全球的客都 刚才这个何思义小姐 特别还有一本文字的记录 叫做 《宾东问讲的满洲记事》 你自己简单的一个记录 我觉得非常好 你看我希望哪一天这样好了 因为我选完了 我会规划这个台湾在满洲国 有第二代的皇冠国教授 王华南先生 医生 还有银行界 还有问奖 何思义 你看问奖会讲北京话 讲客家话 还有专业技术 在走路时 那个技术就很重要了 这是我哪一天我们再重新 要请第二代地下来建构 台湾在满洲国的故事 我说过很多这个目前 我们这个中国东北各省都有观众 他说能多讲好不好 我们都不知道满洲国故事 我们都不完全都 共产党都把他谋杀了 好 我们帮你建构 台湾人怎么在满洲国五千位 再回来这个武德兄 你也立志 其实今天主意是怎么打造台北 其实台湾吧 成为全球的客家文化的原乡 最有资格我们的软实力 我们的各种巧实力最强 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来 看看这个武德兄怎么推动 在美国也就可以帮我 再绝择张自己吗 或者自己吗 收 decline 拉下来 我二十三 acquired 在美国也根本数要 守衍 我希望接下来可以跟我一起唱歌 两岁呀 六岁呀 啊月呀 啊月 在电草没来到汉水 汉水呀 心悠悸 我只会继续爱悠悸 還有兩次 天公啊 風雨水啊 風雨啊 風雨水 天公啊 風雨水啊 風雨啊 真有情 這來自關武德副執行長的創意 把古典音樂的跨界元素 來跟客家音樂結合 表示你們要重新推動 啟動 下一個客運30年 請四位分享你們怎麼做 我們希望引起全世界的客家朋友 相信的共鳴 武德兄請 稍微再補充一下 剛才何小姐那個 我們全球客家串流計畫 其實這是台北市客委會 這幾年一直推動的 那我有規劃我們下個月 我們會邀請另外三位得獎者 來分享他們全球客家計畫 包括可能在東南亞 也可能在美洲 所以我們把另外三位邀請 來做一個專輯 那我想要特別強調就是說 因為台北市客委會 委由我們基金會 來經營這個主題公園 我覺得有幾 以下四個主要的目的 第一個就是配合 既然我們是財政法人 當然就是董監事會的意見為主 所以我們經過董監事會指導之後呢 他一定要我們服務的對象 雖然是台北都會 可是不能只限於客家 所以要多元族群為對象 第二個他特別強調就是 將公園營造成為一個都市客家厚生的一個清創基地 經過市議會的通過之後 給我們一筆經費 我們要重新改建我們的主題公園的空間 在空間完成之後呢 我們便會營造出一個厚生客家人的清創基地 讓在台北市青年客家青年人 能夠有展現他的舞台跟創意 第三個就是要以田園城市 台北市田園城市是我們現在科市長 他極力要達成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們台北市客家主題公園 當然有這個條件 所以要打造成具有客家特色的茶山水田 第四個特別強調叫城南客家的為主題 我自己來到這邊我才知道 台北城在城南 這台北城在目前的地方 最多客家人聚集的地方 所以我們有辦一個工作營 到時候由我待會一樣邀請 那時候的執行者來導演 來節目中來談 到底台北城的客家的移民史 長成什麼樣子 那最後我要補充的就是 上個禮拜我們剛辦完台北市客家基金會 20週年成年20週年一個研討會 有一個非常好的概念提出來 就是怎麼樣把這個擬客裝為目標 什麼叫擬客裝 其實台北因為沒有一個聚落 那現在我們台北的客家人 都是從外地移到這邊 我們要變成最主要目標 打造成在地客家人原住民 他們的後代他們的年輕人 以後交由他們來管理 這樣營造出真正屬於台北客家人的一個基地 好 在空間完成之後呢 我們便會營造出一個後生客家人的清創基地 讓在台北市青年客家青年人 能夠有展現他的舞台跟創意 第三個就是要以田園城市 台北市田園城市是我們現在科市長 他極力要達成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們台北市客家主義公園 當然有這個條件 所以要打造成具有客家特色的茶山水田 第四個特別強調叫城南客家的為主題 我自己來到這邊我才知道 台北城在城南 這台北城在目前的地方 最多客家人聚集的地方 所以呢我們有辦一個工作營 到時候由我待會一樣邀請 那時候的執行者來導演來節目中來談 到底台北城的客家的移民史長成什麼樣子 那最後我要補充的就是 上個禮拜我們剛辦完台北市客家基金會 20週年成年20週年一個研討會 有一個非常的概念提出來 就是怎麼樣把這個擬客莊為目標 什麼叫擬客莊 其實呢台北因為沒有一個聚落 那現在我們台北的客家人 都是從外地移到這邊來 我們要變成最主要目標 打造成在地客家人原住民 他們的後代他們年輕人 以後交由他們來管理 這樣能營造出真正屬於 台北客家人的一個基地 關我的先生是目前國內可以說 第一位以客家研究為博士學位 第一位學者 然後他拿到學位以後 馬上投入這個產業 客家文化推動非常好 學以致用馬上用 我們希望更多的客家知識分子 推廣者一起來節目 我們也非常高興 魏德棟前輩 他本身就是一個古增表演家 他也不斷推廣客家文化 也就是你看這個 他不斷的舉行古增演奏會 這個叫做真情音樂會 甚至他把他的表演 你的理念都非常清楚 在這本你自己傳出的 人文的 藝術的 生活的 示威的 都有做了論述 什麼改想 怎麼繼續推動 好 請 這個主題 今天的第二個主題叫做 台灣客家藝文發展廚藝 我提出來 那麼第一個就是提升 正月發展的我的一個意見 那羅列了這個十個 我這樣就不一一的來說明 大家看圖表就知道 那麼其中的第九個 積極強化培訓的進程 因為我教了 古增教了五十幾年 那古增還是非常受到歡迎 目前來講 剛開始來的話 有些學生他沉不住去 所以我就把古增的教學 分成四個一個培訓的進程 第一個 陶演培訓 就是你來 你只要有信息你就來談 不要帶著任何目的 就陶琴演戲 第二個 談得很好 他想要比賽 就是比賽叫做進竹培訓 另外他談得很好 他又想錄音做一個演奏家 這個我們叫做精英培訓 最後的結果是 所有的完成以後 都要做一個新傳的培訓 那我們現在台灣 就是學這個傳統的東西 少了一個扎根的工作 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這個練曲不練功 到勞一場功 若要求精通 盡在選址中 選址中就是 常常要談就對了 我們這邊呢 將來我想了就是說 在這個發展裡面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暗部就班的談 日本人呢 他在談 日本的談 這呢 他分成十個等級 初傳 中傳 澳傳 密傳 小師範 大師範 教授 無形無二才 重要無形無二才 到人間國寶 那每一樣對 就有一個拔尖的人 那我想呢 這個在經驗發展裡面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 另外一個 就是說 有很多人學呢 就是半途而非 另外就是 不耐煩按部就班的學 隨時有跳脫性的想法 我認為呢 這個藝術的東西 當一個老師教學士的時候 其實呢 那付出的心血很大 那你要來 要不來 三天補一兩天 這個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提出了 一個泛欣穎的現象 那在 大家在這個圖表裡面 可以看到 那麼 最後的結果呢 就是說我們 客家政業的發展的 十大特色 我把這個做一個結論 就第一個呢 大家再看到這邊呢 其實呢 是十點裡面呢 其中第八案第九呢 真該就有味 這個永續傳承 真總的說來 是傳統的 還是比較有韵味 這個當然永續傳承 因為從傳統 能夠流變到現在 當然有它存在的架式 可是也不能排除新的 要孕智新意識 則優秀 那我想這個方面呢 就提出來 供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謝謝 我特別介紹這個 他所做的錄影教學影片表演 可以做參考 我們希望哪一天呢 如果有春節連假 請來現場表演 我再請教這個 客家文化 表演藝術的 推廣者的一人小姐 下一個三十年 我想你們繼續努力 呼籲大家 一起來參與請 除了我們知道這些台灣的在地客家活動之外 這個客家文化基金會 這幾年辦了一個所謂的敘事影展 那這影展很重要是除了介紹台灣的客家之外 它其實也讓我們了解了國際的客家 那今年比較特別 他把這個導演請到了台灣來跟我們去到現場 影展的這些觀影人做了一個面對面的對談 其實客家電視這幾年也拍了一些紀錄片 關於移動的 所以我們也知道 除了移到東南亞之外的客家人 其實也有到印度的 到亞馬加的摩里希斯 那當然歐美這些就先不談 因為這是比較大家能想像到的 那亞馬加這個議題真的是非常特別 那我今年特地去參加 因為這導演有來到台灣 那亞馬加的客家人 讓我們比較驚訝的是 其實因為雷鬼音樂在亞馬加 是他們最主要的流行音樂 那當然在台灣來說 比較不是這麼的主流跟大家熟悉的 但是他們最有名的一家唱片行的老闆 是客家人 這讓我們其實參加這次的這個影展就發現說 其實客家人去到了各個地方 都有不一樣的發展 然後在那邊 娶了當地的這個女性之後的後代 在這幾年他們也開始尋根 那因為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個紀錄片 是因為有一個 在美國一個廣播公司上 當了一個主管的一個 亞馬加裔的後代 你可以想像一個黑人捲法 然後他說我有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客家協同在裡面 這新聞台灣有披露了 已經有報導 所以就是一個尋根的過程 然後也開始讓大家發 就是發展發掘出 我是不是也要回頭看看 我有哪些這個客家血統 所以我覺得客家的下一步 除了立足台灣 我們也要面向國際 非常好 立足台灣胸懷世界 我們希望透過這節目 向全世界宣告 我們要打造台北 成為全球的客都 會非常高興 我們今天這個電影工作者 何時應小姐 她先從她的外祖父 張喜龍先生的故事 屏東問獎的滿洲記事 未來我會邀請這個王華蘭 王國跟時應小姐 一起來建構第二代第三代 怎麼看你們的爸爸阿公輩 臺灣人在滿洲國的奮鬥 來做結論 以後怎麼做呢 繼續做紀錄片 就是也還蠻希望 可以繼續探索的 這次因為就是串流計畫的補助 完成了阿公的口述式 還有剛剛觀眾朋友看到的 兩部紀錄短片 那我覺得串流計畫 對我們年輕人來說 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空間 去往自己的內在去探索 因為像我是客家人 但是我其實不太會講客家話 也從來沒有太多去思考 自己的客家身分 那是因為這樣的計畫 讓我回過頭來去想 我是誰 我來自哪裡 我跟歷史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另外因為我們叫做串流計畫 所以也非常強調分享跟交流 像這次我帶著阿公的口述 然後到了瀋陽去 也認識了好多的在地朋友 然後到日本 也聽到了好多日本人 他們的滿洲經驗 我覺得這樣子的互動 也非常的豐富 好像讓我們更開闊的去思考 什麼是客家人 什麼是客家文化 所以也很期待說未來 也可以到節目上 來跟大家分享 一位跟外公同輩的 一位關係客家人 最近他也要希望爭取經費 他在二戰以後 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海聲威 他特別還做一個日本海軍制服 是舊日本的 他要尋根 每個人都他的故事 是台灣人在西伯利亞 台灣人在海聲威 我希望哪一天能夠造成 因為他們拍成紀錄片 我要播放 我希望未來我要繼續做 台灣人在滿洲國 我從來不知道 除了鍾理和先生以外 還有一位你的外公 張喜龍先生 也是問獎 也是 那時問獎職業是非常高尚的 好 最後我要介紹一本書 叫做 印加帝國的末日 他就被五百個西班牙人 用槍炮 用欺騙就亡國了 沒有信心 一個國家文化如果沒有信心 就會跨了 我特別說挑戰回應來了 台灣也一樣要有信心 文化就是信心的發動機 這本書作者為我們講述了一段 注定以失敗告終的印加帝國 反抗西班牙人的史詩故事 這可能也是世界歷史上 最英勇無畏的抗爭之一 他還為我們介紹了 人們如何尋找這個傳說中的 印加人最後的陣地的過程 總之 這是關於一個燦爛的古老文明 如何走向徹底毀滅的故事 如來令人難以忘懷 幸好我們還有我們的台灣 很多柔性國力 還有民視新聞大解讀 繼續鼓吹文化的重要性 好 下次我們再邀請這個 客家串流計畫的年輕人 一起來分享 非常好 謝謝四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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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